传统疗法 不仅有活血化于书精通络的治疗作用 还是一种预测疾病 调整平衡 改善亚健康状态的有效方法吗 国内著名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做客养生 给我们带来全息经络刮痧的最新理念 与观众朋友一起 刮痧保健康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养生 本次养生系列节目 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医刮痧 通过节目 我们了解到这个刮痧呀 不仅仅是用于治病 还可以养生保健 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那本期的节目呢 我们依然为您邀请到的是 国内著名的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张教授您好 您好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您要给我们讲身体哪个部位的刮痧 今天呢我们讲头部 人的头部除了面部 就是头发覆盖的地方了 今天呢我们专门讲 头发覆盖的这个部位 我们应该怎么刮 刮这个部位呢 有什么作用 头部是人整个身体的一个统领 这个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那而且我们头部发生的问题也特别多 有时候头疼啊 什么记忆力啊 头脑不清醒啊 通过头部刮痧 是不是都能解决一些问题 对 通过做这个头部的刮痧 能使刚才你讲的很多的症状 得到缓解 那这个头部结构还有经络分布是怎样的 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您再跟我们想 要了解这点呢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因为头部尽管它的结构复杂 但是在中医看来呢 它就跟经络有关 你跟哪些经络有关呢 一条是肚脉 还有一个就是膀胱经 还有一个就是胆经 比方说你头疼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病症 那么可能就用头疼两个字就概括了 但是要在中医看来呢 可能就要分析了 你这个头疼 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胆经气血瘀制造成的 还是膀胱经气血的瘀制造成的呢 就要找到这样的病因 然后从疏通相关的经络来进行治疗 这样呢 我们结合着这个模型 我们来说一说 头上的问题 都跟哪些经脉有关系 我们看到呢 这个头部正中间 一直呢 在头顶的正中间 然后向后 走到后头部的正中间 一直走到我们背部的正中间 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正中线 它叫肚脉 肚脉 这条经脉呢 它是直接通到大脑的 所以这条经脉 如果气血失常 它就可以引起头部的病变 引起哪些病变 脑血管 脑神经失调的病变 那要说起来就多了 可能有头疼 甚至可能脑部有一些严重的 比方说站位性的病变 那中医分析可能都跟这条经脉有关系 还有的时候头晕啊 乏力啊 记忆力减退啊什么的 它出了问题了 还有呢 它旁边紧挨着它的一条经脉 离它最近的这条经脉 叫膀胱经 膀胱经 它是呢 两条沿着这个都脉的两条行走的 这条经脉呢 它跟肾有一个连接的关系 它受肾的来肾领导它吧 这么说吧 它是一个表里的关系 那如果这条经脉气血运行失常的话 也可以造成刚才讲的头部的这些症状 一些症状 那么还有一条经脉呢 就是在我们侧头部 这个淡蓝色的 它在我们头上呢 这样走了好几个来会儿 对 一直走到呢 这个风驰穴 然后走到脸上 一直走到外颜角 这是同一条经脉 它基本上走在我们头的侧面 所以人们有时候经常有一个症状啊 它头疼是偏头疼 对 偏头疼要在中医分析起来呢 就是胆经的气血运行失常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治疗偏头疼呢 往往从调节胆经入手 头上还有一条经脉 紧靠着耳朵 围绕着耳朵这条经脉 叫三胶经 那么引起头疼的呢 跟上边我前面讲的这三条经脉 关系比较密切 那如果要是发生了头部的症状啊 比方说头疼 头疼是感冒也可以引起头疼 对 高血压大作也可以引起头疼 对 有的时候呢 就是人着急上火啊 也可以头晕头疼 睡不好觉也会头疼 然后年纪大了呢 记忆力减退了 有的时候丢三落四的 对 或者是觉得精力不足了 干什么事啊 也达不起经人来了 还可能跟头上的这些经脉 有关系 那么到底是跟哪条经脉有关系 怎么来判断 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做一个刮痧 就可以判断出来 做一个头部的刮痧 头部刮痧呢 这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 这是专门用的头部刮痧的刮痧板 对 它的材质呢 是水牛角做的 它的疏尺 我们看到这边的疏尺有个特点 它比较顿 这个疏尺的间距呢 比较宽 我们刮痧的时候呢 用它来刮 如果每天来刮一刮你的头部 把你的头顶啊 后头啊 侧头部都刮一刮 就可以疏通 刚才我们讲到的 头部的这些静脉线 这些静脉线都疏通了 气血运行正常了 头部的这些相关的症状 就会逐渐的减轻 慢慢的环境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些疑问 这疏头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对 就是是不是我们随便 怎么疏都可以啊 对啊 有的人说 你说疏头 我不是每天都疏头吗 对 我们每天都疏头 对啊 说怎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对 那我们要讲到今天的疏头和我们以往的疏头是不一样的 我们以往疏头都不一样的 去拿那个疏子啊 疏的是发型 对 你一直怕你的头发乱了 对 可能有的人还要疏出一个比较好的发型 那你疏的是头发丝 你要让它整齐 今天我们这个疏头不是疏的发丝 是疏的头皮下边 你看这里边的经脉线 所以我们今天的疏头要有压力 要压下去 要有力度 要压到头皮的深处 对这些经脉有作用才行 你要压到里边 让里边的气血能够运行 让它的运行失调的这些部位 把它调整过来为正常的脚拍 这个时候才有效果 这个要疏头呢 我们讲一讲要点 要点呢 一个是要有按压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疏头的方式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像你平常疏头一样 比方说我的发型是这样疏的 那我就可以这么疏 我的发型是往前疏的 你可以往前疏 我们把它归纳为叫什么呢 叫疏头发 就是按照你的发型 按照你平常的疏头习惯 去疏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要点 就是头上所有的部位 你都不要落掉 边边角角都要疏到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按部位去进行 比方说头顶部 后头部 侧头部 我可以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的去梳理 那要每天像您说的 每个部位都梳到 也挺麻烦的 也得梳好长时间吧 不用 一天有个三分钟就可以了 每天保持三分钟 关键问题是压力 压力到位了 每天梳三分钟 这样的话效果就很好 就能把它的经脉打通 头部刮痧是不是适用于任何病症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头部刮痧确实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时间刮最好 什么时间刮最好呢 早晨起来 因为头为助阳之会 早晨起来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借助于天地之气 来升起我们全身的阳气 所以这时候刮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天早晨起来 三分钟 匆匆匆一刮 你自己刮痧很熟练了 天天刮 你可以刮的速度快一点 只要压力到位了 能够刺激头皮下面的经脉 让它都调动起积极性来 气血循环起来就可以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疲劳的时候刮痧 比方说 我现在特别累了 我连着工作了几个小时 我还得要接着干呢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两个小时以后 的话累了 拿起刮板来 刮刮 说一说 刮一刮 马上就舒缓了 对 马上就等于给大脑补充氧气了 精神又来了 还有啊 我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那些个脑中风的人 你知道 他的毛病就在头上 就是头引起来的偏瘫 所以这些人呢 特别适合头部刮痧 特别适合他们 他的反应会更强烈 会更强烈 因为他那个经脉 预制的太厉害了 有人头上长那个结子 毛囊炎 那你一定要错开它 一刮起来那肯定疼 你可能说 这可得多刮 那就不对了 这不是一个原因 不是一个皮肤上的原因 对对对 皮肤上有问题 一定不能刮的 还有一个啊 就说 有一些个糖尿病 他的皮肤的抵抗力是降低的 这些人在刮头的时候 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 他的血管啊 脆性增加了 所以在刮的时候呢 要小心 不要压力太大 就糖尿病的患者 特别要注意 假如血压高 我现在头疼了 特别厉害 那你就可以大力的 快速的去刮痴 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头部的经脉 快速的疏通 它能很快就出现效果 如果你身体特别虚弱 气血又不足 血压又偏低 这个时候你刮的时间要短一些 压力要轻一些 好 感谢张教授今天做客 我们的养生 那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讲刮痧 期待您的收看 再见 新婚眼儿 她却总是若即若离 夜半起床 只为偷偷吃药 是什么原因 让她的行为如此怪异 谜团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静静收看健康故事 不能说的秘密 小慧 一家外企的职员 不久之前 刚刚和丈夫张伟走入婚宁殿堂 然而令丈夫张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疼爱的妻子 此时正承受着一种难以想象的煎熬 就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 就害怕因为这一个病 就把这一个婚姻给毁了 就毁到这一个家庭 她心中到底藏着 什么不可视人的秘密呢 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那年十岁 就是我妹妹洗完澡 正在给她梳头发 就梳着梳着 就一下子就晕倒了 从那以后 小慧时常会发生莫名的晕倒和抽搐 感觉不妙的父母 赶紧带她到医院检查 检查的结果令一家人感到意外 小慧竟然得了癫痫病 开了好多好多的药 然后就回家吃 吃了之后 当时并没有再发作 大约是半年之后吧 然后断断续续的又开始发病了 并且感觉脑袋啊 昏昏沉沉的整天 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她为什么会给小慧带来如此大的痛苦呢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呢 大脑神经细胞呢 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神经细胞的放电呢 也维持在正常的生理范围内 这时候的放电频率呢 一般是一秒钟是一到十次左右 一旦有什么诱因 比如说过度疲劳了 感冒发烧 或者是受到什么惊吓了 或者患者在睡眠不足 或者说情绪受到什么波动了 这些情况下 就可以引起神经细胞的 突然的过度的放电 这时候放电的频率呢 可达到正常的数百倍 也就是说 每秒可达到几百 甚至上千次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 癫痫发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慧时常会为自己的将来 感到担忧 以后长大了之后 就是心里边特别担心 就是怕以后 如果成家了 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癫痫的常年困扰 让小慧变得越来越自卑 然而张伟的出现 是她独身的信念 开始要 我们感情一直很好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开心 结婚后 小慧的所有私人世界 都暴露在了丈夫面前 这让小慧感到 非常的紧张和不安 由于就是害怕以后 再出现这种病 我就经常偷偷地吃药 就瞒着我丈夫 就是也星期六星天 休息日 也尽量一年单独和她在一起 就是要么就是安排她 就是出去 要么就是我自己出去 令小慧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整日处在紧张恐慌的情绪中 小慧的电线病又一次发作了 因为有一次我丈夫刚刚出门 我正在房间里边打扫卫生 就感觉一阵头晕 后来我就想想太可怕了 幸亏她出门了 如果说让她看到我发病时候的情况 肯定后果不该选项 眼看着自己艰难守护的秘密就要暴露 来自小慧的妹妹的一个电话 却让小慧慢慢枯萎的新婚生活 重新焕发生机 她说就是北京的一家医院 就是可以治这个病 当时我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信心 因为以前也去过好多家医院 就是治疗效果不是很明显 此时的小慧百感较急 但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还是决定抓住这次 并不明朗的机会去北京寻求希望 我就跟我丈夫讲说 我说我要和我妹妹一块去北京玩几天 其实她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然后我就和我妹妹一起去了北京 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三医院癫痫疗中心 小慧见到的自己的主治医生刘永宏 这个患者呢刚来的时候精神状态非常差 心理压力也很大 我们呢对他也很同情 经过这个对他这个病情的 这个病因的详细的了解分析 这个患者呀是因为小时候 他头部呢意外的受了一次伤 是这个因素引起来的 根据他这个情况呢 我们对他呢就是做了有这个针对性的检查 虽然小慧一心想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可是一想到仍旧蒙在鼓里的丈夫 小慧内疚的心里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丝抗拒 就是来北京检查了以后 以后就是大夫告诉我就是需要动手术 我就感觉就是挺担心 因为我当时就跟我丈夫说 就只来北京玩几天 动手术的话 一是就是需要住院 不知道多久 并且动手术会不会流下巴痕 小慧将自己的顾虑 告诉了癫痫诊疗中心的医生 医生向她详细地介绍的治疗方案 以此挡消了她的顾虑 我们这种治疗呢是不用开炉 去除病造的方法呢 是电脑靶向定位 微创治疗 这是一种中医的新型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根据脑电图中 确定的大脑异常放电区 针对病理病造 调整受损的脑神经细胞 对正常的脑组织没有伤害 也没有危险 也没有副作用 所以说可以随坐随走 小慧的手术很成功 疏忽的小慧第一时间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我已经告诉了我丈夫 就是我以前有过这种病 但没有说得很具体 就是轻描淡写的说过一下 但我丈夫也没有很在意 因为我现在是和正常人一模一样 小慧的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作 此时的他正与心爱的丈夫一起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田里生活 我共同体为他求医道路上坚持的感动 除静也不像arel book 未经许可,她们使得更多的旅行 并没有人消灾 以往说到你路上坚持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